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这是一份意义重大 面向未来旨在构建更为公正的多级国际关系体系的倡议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倡议 我赞同习近平主席的说法 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大势所趋 顺从国际社会 加强建设性互动的逻辑 我们多次强调 俄罗斯和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 都恪守平等互利的合作观 追求普遍和持续 长期经济进步和社会福祉 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 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 因此 这个倡议可与不同 去一体化进程协调推进 与俄方主张高度契合 我们也希望 构建商品资金劳力 自由流通 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空间 实现我国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构想 通过对接一带一路上和组织东盟 以及俄罗斯同其他后组联空间伙伴们 顺利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一体化进程 打造志同道合者统一合作空间 重要的是 俄中两国已就并行不备 协同发展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债 达成了共识 此外 各方签署和落实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非优惠协定 设立了协定联委会 今年2月 我们还通过了 经贸合作路线图 它的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贸易政策对接和交通走廊 数字化转型 广义的一体化 也是我国发展战略的不可分割的元素 也是巩固俄罗斯经济 技术和金融主权 基础设施现代化 扩建的重要依托 刚才习主席也详细介绍了 一带一路在世界各地区的发展情况 下面我也愿意给大家介绍一些俄方一开始落实的计划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俄罗斯是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通过俄罗斯实现各国的互联互通 是对我们的所有的伙伴来说是正管重要的 我想我们的这些计划 与其他包括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所推进的欧亚大陆基础设施项目 产生协同效应 旨在构建统一的交通股价 通过打造更高效可靠安全的供应链 实现货流多元化 比如说我们在俄罗斯欧洲部分 我们在建设国际南北应试走廊 它将连接波罗地海港口和波斯湾 以及印度洋海港 从俄罗斯北部的沃尔曼斯克港 到伊朗的阿巴斯港 全程路线将实现无缝铁路交通 另外一条从北向南的自无线市铁路项目 要途经乌拉尔山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 该项目框架内将修建或者改造几个关键设施 首先对西伯利亚大铁路中间路段进行现代化改造 其中有横跨六个俄罗斯基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升级 包括厄姆斯州 厄姆斯克州 新西伯利亚州 还有克麦洛乌州 托姆斯克州和阿尔泰边疆区 其次要修建沃罗斯北纬通道铁路 北纬通道将通往亚摩尔半岛港口 以及克拉斯纳亚斯克边疆区 最后要建设北西伯利亚新线 它将连接西伯利亚北部汉特曼西斯克市 同西伯利亚大铁路 以及贝加尔阿摩尔干线 与此同时 我们正在同国际伙伴 一道推出开发 一条从西伯利亚中部 通往中国、蒙古国、印度洋 和太平洋港口的新的铁路线 最后一个互相介绍的 从北极地区出发 向南方延伸的交通走廊 要在俄罗斯圆东地区开发 它不同的路段正在形成 新的基础设施 正在建设 包括贝加尔阿摩尔干线 到亚库特撒哈共和国铁路 跨越勒南河 以及阿摩尔河的大桥 还有一条太平洋铁路 维建成这个走廊 我们还要完成对公路的改造 在北方航道东段 完成深水港修建开发 这些从北往南延伸 覆盖俄罗斯欧洲地区 西伯利亚和原路地区的交通走廊 将允许我们实现 北方航道 同位于欧亚大陆南部 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 大型交通收纽 高校直接联通 至于北方航道 我们不只是欢迎伙伴们 用好北方航道的过境潜力 我们还要请感兴趣的国家 直接参与北方航道开发工作 我们已准备好 在北方航道提供可靠的 迫兵船护航通信网络 和传播需要的补给 早在明年开始 北方航道全线 将对迫兵级货船 船型保持全面开通 我所阐述的国际和国内运输 贸易路线的出现 显明地展示 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包括亚太极区国家 全球南方国家 以及其他新型发展中心 所发挥的重大角色 明年 俄罗斯将出任完成扩原之后的 金转国家轮值主席国 俄方以提倡 在金转国家平台上建立 一个厂设交通运输合作委员会 该机构可以汇集金转国家 金转伙伴国和其他 感兴趣国家的代表 它将聚集设计开发 国际运输走廊所有的问题 关于这些话题 莫斯科每年都要举办的 一场交通运输中 国际活动的平台上 都会被深入认真讨论 在此 我想欢迎来自你们国家的专家们 11月中旬 前往莫斯科参加交通运输中 活动 最后 我深信 一带一路倡议 还有我刚才 讲述的俄罗斯工作重点 还有其他国家提出的 大胆的见识性倡议 包括这些参加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合分论台的国家 都将有志于寻找 需要联合行动 可行的方案 解决地区很重要 和迫切的国际地区问题 尊敬的朋友们 尊敬的同行们 在我们开始一个大事业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它会圆满成功 那么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 一带一路倡议 有全球性的意义 那么提出这么宏大的倡议 有人会提出一些疑虑 但是我们看到了 中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令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这会涉及到 我们所有的国家 刚才习近平主席 刚才讲述了 一系列的实际行动的杠领 那么我想预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主席 和整个中国人口 预祝我们所有人 逐世顺遂 事事如意 谢谢